居然部长你也说你也是通勤族 有没有可能交通部在这个部分 我们主动来关心 来协调台北市跟新北市 来推动一个北台湾地区的通勤月票 我相信人民应该会蛮有感 这是2019年2月 金融市立法委员蔡世英 在立法院咨询时提出的交通月票方案 在2022年成为民进党北北基桃 世卫市长候选人的共同证件 选后并由民进党执政的中央政府 加以推动落实 因此对于近期国民党的收割抹黑文宣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特别召开记者会澄清反击 当初双北进行280月票的时候 在当时的立委蔡世英的服务处 就接到非常多的金融市民在澄清 那所以当时的蔡委员就想了一个办法 到我们的立法院在咨询的时候去建议 我们的行政院跟交通部 要来进行这个政策的研拟 甚至希望可以来落实来执行 去年在选立委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政件 所有的手版都是写 延续T-PASS票投郑文廷 请问一下 如果T-PASS政策是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的立委候选人 林佩祥为什么不拿来用呢 很明显这个就是民进党原汁原味的政策 现在国民党想收割 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 当时的国民党的立委更是跨时空打脸 大家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媒体报导的 当时候因为政策四个县市已经确定好 要共同来推的时候 国民党跟民众党共同讲了一件事情 叫什么 政策预算哪来 结果在他们自己的立委里面 更还提到说 反对为选举开出的120通勤月票 这是不切实气的空投支票 要主张说 现在政府在推动的T-PASS 让大家生活便利 让通勤族可以省荷包 这点我们大家都非常赞同 但是要把别人的政绩 拿过去变成你们自己的 这个行为 刊位是个小偷行为 强盗行为 我们希望好的政策 所有的人都受益 今天大家不用在那边抢来抢去 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 国民党现在为了 要拯救自己低迷的选情 所有重要的政策 全部变成是谢国良的功劳 另外根据最新的 审计部决算报告书 金融市政府在预算执行率 全国倒数第二 对此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强调 这证明市政倒退 才是民间发起罢免案的主因 从95.98%执行到最后 只剩400多万 这个应该是400多万 你执行只有34% 你的执行效果这么差 还有 再来 500万以上的这个计划 进度严重落后的有这么多 这证明什么 证明谢国良执政无能 这一次的考核 最后还是全台湾排名倒数 第二的一个限制的一个 执政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还是同样的在呼吁谢国良市长 不要只会一昧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恶斗 甚至把他所有做不好的一个责任 全部都推给民进党 不管是推给林又昌 还是推给金融市议会 我想这件事情 才是他要把市政好好做好 该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我们参照审计市的一个报告里面 在112年 我们金融市的自杀人口 有602位 比之前前一年 林又昌 111年的时候是519位 足足增加了16% 这是一个非常糟的一个数据 表示说金融已经慢慢在走回头路 已经在重回过去 不快乐的一个城市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张志豪 也语重心长的呼吁谢国良市长 让子回头 把心思放在市政推动上 让金融更好才是正道 只要你的执行率不是34% 就连联署第一阶段都不会过 更不要说现在我们10月13号 就要面临这个罢免投票了 所以谢国良市长 我们整个党团还是在这边呼吁你 请你把你的焦点 请你把你的用心转回来 基隆市政 这个才是正道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请你把你的用心转回来